当提及周瑜,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古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役,赤壁之战。 这场战役标志着周瑜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战略家的崛起,也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备受尊敬的英雄之一。 赤壁之战发生在三国时期,曹操率领着雄厚的二十万大军,与周瑜率领的不过三万兵力相对抗。 这一对比足以让任何常人望而生畏,然而周瑜展现出了不同凡响的领袖气质。 在火烧赤壁这一著名一幕中,他采用精妙的计谋,成功地引诱曹操的军队入水,将曹操困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战术的成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一,也堪称周瑜军事才能的典范。 周瑜的这一壮举被视为英雄之举,他敢于直面看似不可能战胜的敌人,用聪明的策略和坚定的意志战胜了曹操的强大军队。 这使得他在历史上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成为了古代中国英雄的代表之一。 这个胜利也深刻地塑造了周瑜的形象,让他成为了让人铭记的人物,一位无谓的战士和智慧的战略家。 当我们思考周瑜的历史形象时,不得不强调他的伟大志向和对个人生育的执着追求。 这位古代军事领袖以其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而备受尊重,这也让我们难以想象他会采用一些不光彩的策略,例如白衣渡江或者杀害关羽这样的英雄。 周瑜是一位志向远大的领袖,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国家的兴旺和民众的幸福。 他在赤壁之战中展现出的英勇和智慧,是为了抵御曹操的入侵,保卫东吾的疆土。 这种坚韧和高尚的愿望使他在历史中独树一致。 对于采用下三滥的策略,如白衣渡江或者杀害关羽,周瑜的性格和道德标准几乎可以肯定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他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对英雄的尊重而著称,而杀害关羽这一行为几乎与他的性格特点背道而视。 周瑜更倾向于采取高尚和光荣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以确保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也不让国家和民众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周瑜被视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志向和道德准则使他远离了那些不道德的策略,这也成就了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形象。 周瑜作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如果他在赤壁之战后继续活着,很可能会借着与关羽一同作战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东吴的领土和影响力。 在古代战争中,联合其他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常见的策略,周瑜可能会看到与关羽的合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关羽作为刘备的亲信和武将,威名赫赫,水淹期军后更是威震滑下,曹魏的精英部队被抽调去对付关羽,这为东吴提供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周瑜作为一个善于战略思考的将领,很可能会计划着如何在与关羽的合作中扩大东吴的势力范围。 这包括争取关羽的支持,可能提供军力、资源和领土,以换取对荆州南郡等地的控制权。 周瑜被封为南郡太守,这为他争取更多领土和人口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有望将刘备的势力与东吴合并,为未来的大业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周瑜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使他可能会将与关羽一同作战视为一个机会,不仅巩固东吴的地位,还进一步扩大其领土和影响力,共同创造更为辉煌的历史篇章。 合肥位于中国古代的战略要地,对于东吴进军中原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在周瑜的大局观中,他很可能会是合肥为东吴扩张的重要一步,而将其置于首要位置。 合肥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紧邻淮淮水,拥有重要的水路交通优势,这使他成为了东吴向北进军的理想出发点。 攻占合肥将确保东吴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可以稳固地推进至黄河流域,进而进军中原地区。 这一战略目标将为东吴的未来扩张提供坚实的基础,有望确保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持续影响力。 周瑜,作为一个精明的战略家,几乎可以确定他会认识到合肥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东吴战略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他会采用各种策略,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以确保合肥的控制权,这将有望为东吴打开通往中原的大门,继续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壮丽篇章,巩固周瑜作为一位伟大将领的声誉。 在周瑜的战略规划中,不仅会考虑如何攻占合肥这一关键地区,还会寻求进一步巩固东吴的地位,以确保东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这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更加复杂的战略,与刘备的荆州联盟。 周瑜在战略上是一个具有远见着实的领袖,他可能会采取一系列巧妙的外交和政治手段,争取京南四郡的控制权。 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口,掌握他们将为东吴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与此同时,周瑜可能会选择将南郡借给刘备,这既有助于维护与刘备的友好关系,又有助于东吴在荆州地区的势力扩张。 这样的联盟将有助于东吴与刘备之间的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东吴的战略目标。 这一战略步骤不仅有助于巩固东吴的地位,还展现了周瑜作为一个兼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袖形象。 他将继续追求大局观,以确保东吴在中国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夜,而与荆州的联盟将成为他战略谋划中的一颗明珠,使他的名声进一步闪耀于历史之中。 在评价吕蒙的白衣渡江计谋时,不仅需要考察其在战场上的成功,还需要审视这一策略的长期影响。 这个计谋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有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战争中采取出其制胜的方法。 然而,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白衣渡江计谋可以被视为在战场上的成功,但从长期战略的角度来看,他却注定了东吴的扩张受限。 这一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战略优势,但最终却激怒了刘备,奠定了晋国灭属的基础。 吕蒙的策略是东吴在长期冲突中失去了刘备这一有潜力的盟友,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相比之下,周瑜作为一个更为谨慎和注重长远利益的领袖,可能不会采取如此激进的策略。 他更倾向于以稳健的方式扩大东吴的领土和影响力,与刘备保持友好关系,避免在战略上损害东吴的长期利益。 这种战略选择可能会使东吴在历史上有着更为持久的存在,而不是被后来的冲突所削弱。 因此,吕蒙的白衣渡江计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但也为东吴的未来战略埋下了潜在的隐患。